大家好,我是舰長蔡南佛 在我們研究生命的起源 就是演化的起源這個主題的時候 有一個很著名的理論 叫做RNA的世界 這個理論是講說最少具有生命現象的分子 應該是RNA 因為RNA上面有核甘酸序列 就如同是DNA的核甘酸序列一樣 它可能會攜帶著遺傳訊息 但後來又發現有些RNA 它具有酵素活性 所以這個RNA分子本身又可以儲存遺傳訊息 又可以像蛋白質一樣去執行 它的催化跟酵素的這個功能 它這個很完美的具有生命現象的分子 好,那在這個理論中 有一個環節一直沒有辦法解決出來 就是當最早的世界 最早的這個生命的世界是RNA RNA必須要先產生蛋白質 而蛋白質才有機會再演化成現在的生命 那RNA要如何產生蛋白質呢 因為我們知道說現在我們在學細胞生理 會說蛋白質是由核糖體所製造的 而核糖體是很有蛋白質的 所以你為了要產生蛋白質 你必須先要有蛋白質去合成核糖體 核糖體才能去形成蛋白質 這就是一個機生蛋蛋生機的一個矛盾 我要產生蛋白質之前 我必須要有蛋白質先製造核糖體 那最早的世界並沒有蛋白質 那最早的蛋白質是怎麼合成的呢 好,那前陣子有個科學團隊 解出了一個很重要的證據 他們發現其實光是RNA本身 就有機會去產生原始的蛋白質 用氨尼酸去組裝成多胎 如果這個發現是真的 那地球最早的RNA世界 就有機會透過RNA本身 不需要蛋白質的協助之下 就可以讓氨尼酸合成多胎 新生蛋白質 那這樣子蛋白質就可以慢慢在 最早的世界產生了 那我們今天來聊聊這個研究 他們到底發現了什麼東西 關於這個雞生蛋還是蛋生雞的問題 也就是核糖體要轉移出蛋白質的過程中 核糖體本身也要由蛋白質組成 這個問題可以指出說 第一個蛋白質是如何產生的呢 好,這個問題在今年 就是很新的研究 2022年在德國慕尼愛大學的團隊 他們發現有可能找到可能的機制 就是RNA分子有機會 光是RNA本身就可以幫助氨基酸合成多胎鏈了 他們的研究到底發現了什麼呢 他們注意到說世界上的RNA的核甘酸 它的含氨碱基酸有四類 就是腺飄磷、尿密定、腺飄磷、尿密定 腿飄磷跟胞密定 就是所謂的AUCG 這四個是典型的碱基 但除了這四個典型碱基之外 常常會有一些變形 我們稱為非經典、非典型的碱基 這個碱基在自然界本來就存在了 它可以來穩定其他典型的RNA碱基之間的連結 同時它也去構成一些比較有特殊功能的RNA 例如像TRNA、Transfer RNA 這個轉域RNA上面有些所謂的非典型的RNA 碱基的一個結構 所謂的RNA碱基結構 它有些非典型的結構是長什麼樣子 我們來找一些例子 像這個是C C就是胞密定 這個C你會發現說 它的五碳堂這邊多了一個甲基 所以這個C也會寫個M 代表出現一個Method 出現一個甲基了 好 如果寫在左邊 代表是它的含氮解基上的第五號碳的位置 出現一個甲基 所以你會發現後面有很多不同的縮寫 其中大寫字母就是指它原來的典型的寒氮碱基 是什麼 這個G就是鳥糞瓢裡 這個U就是尿密定 你看都有 但這些典型的RNA寒氮碱基 它會出現一些變化 而形成一些新的甲基 或是一些新的光能基 而讓它形成了非典型的核甘酸的一個樣子 好 這些非典型的核甘酸 非典型的碱基 在智能界是存在的 好 這個研究團隊就注意到 這個特殊非典型的寒氮碱基 非典型的核甘酸 好像有些特別的功能 好像這個是個TRNA TRNA在下面有個反密碼子的序列 像這個第34跟第37號 這個核甘酸 本身就是出現一個特殊光能基的結構 然後它們就是所謂的那個 非典型的 像這個37號核甘酸 它這邊連的這個位置 就是這就是那個氨基酸 就是我們做出多胎列 核出蛋白質的原料 那個氨基酸的位置 氨基酸連在這裡 那這邊有個特殊的光能基 他們注意到說 這兩個特殊的核甘酸 在空間結構很接近 其中一個帶的是氨基酸 另外一個有特殊結構 似乎有些它的功能上的原理存在的 好 那我們看它的研究做了什麼 他們當時就拿兩個 所謂的非典型的TRNA-基基 做成兩個鏈 一條是RNA鏈 它稱它叫做公體鏈 公體鏈就是指 我提供了那個氨基酸的原料 那另外一條RNA 它有一個非典型的這個U的一個末端 它就稱它叫做受體鏈 就是接收氨基酸的另外一個鏈 好 我們看他們發現這個分子 極致分子過程 好 我們從這1號開始 他說這個紅色的這個地方 這是一個受體鏈 它在五端這邊 這邊上面有個很特殊的 一個非典型的核甘酸 就是U 好另外一個呢 它在這邊出現一個非典型的核甘酸 就是A 好這A上面會帶著 他們的我們重要的氨基酸 好這邊就是 它有一個關聯機在這邊 好當這兩股互相配對的時候 他們就發現說 所謂的公體鏈這邊 所帶著特殊的氨氮碱基 它所帶到的氨基酸 有機會轉過來 跟另外一股帶著特殊核甘酸的公體鏈 做間結 這邊就寄結起來了 好不但間結 有可能會這邊斷掉 就讓這邊的公體鏈的氨基酸 就送到了受體鏈這邊 好這個過程就很像是 有人提供了氨基酸 給另外一條鏈上面 公體鏈的氨基酸 提供給受體鏈的氨基酸 前提是這兩鏈的RNA 都含有特別的非典型的核甘酸 非典型的氨氮碱基 好我們就把這細節看細一點 當你形成間結之後 你只要加熱 這邊就會斷掉 所以結斷的過程 可以利用加熱的方式 就可以處理的 就可以讓它接完之後 讓它的原來的氨基酸斷裂 而使得你提供的氨基酸 就交給了受體鏈這一邊 好這樣的過程 跟多胎鏈的合成有什麼關係呢 好各位可以這樣想像 本來一開始這邊是沒東西的 這邊帶的是一個氨氮碱基 在這裡 氨氮碱基酸 帶的是氨基酸 這個G是氨基酸 這個B是氨基酸 好如果一邊帶G 一邊帶V這兩個氨基酸 我轉過來之後又斷掉 不就有機會變兩個嗎 這就是雙氮 好這雙氮可以繼續變過來變三氮 這邊就繼續連過來變四氮 繼續連過來變五氮 你就會發現這個多氮鏈 隨著氨氨的添加 它不斷的延長 最後就形成我們最後要的多氮 這個多氮呢 如果再經過適當的折疊啊 切割 上面的光源基 或是加上一些策略的光源基 就可以形成有功能的蛋白質 那就多氮可以形成 而這個過程 只要透過這兩股的特別的RNA 就可以造成我們的氨基酸 組裝成多氮的過程 好那透過這樣的實驗呢 這個團隊這個慕尼 這個德國團隊就發現說 似乎在早期的地球只要沒有 就算沒有蛋白質的情況之下 我光只有RNA的情況之下 就有機會透過RNA作為媒介 讓氨基酸不斷的累加在一起 變成多氮鏈 就可以把RNA世界還沒有拼裝完的 那個拼圖把它拼上 就是RNA出現之後 如何在世界上產生蛋白質 光是RNA就有能力 將氨基酸組裝成多氮 那多氮鏈再變成蛋白質 蛋白質就可以透過這個模式 慢慢的演化出來了 以上我們的說明就說明到這兒